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我们看木语踏印 在纸张问世以前 人类重要的文献资料 大多是明刻在石碑或木板纸上 值得发明为人类文化传播 创造了便利条件 为了能够把明刻在木、石纸上的图文 准确无误地复制到纸张纸上 我国古人发明了踏印技术 踏印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所以踏印就是把石碑或七条器具上的图文 复制到纸张上的过程 有如下两种方法 直接踏印 直接踏印是从木课、石刻或七条器具上 直接获得踏文的方法 其过程包括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腹背印纸 就是把踏印的纸张覆盖在石刻纸上 第二、棕刷敲打 用干净的棕刷轻轻地敲打纸面 让纸与石刻的凹凸表面很好地贴合 第三、上墨踏印 用墨包沾墨轻轻地拍打纸张 第四、接纸晾干 把踏印的纸张接下来晾干 就获得一副踏本 还有木刻踏印 这是通过第一次踏印 把需要扶制的图文 先刻在木板上 制成木刻印板 然后在木刻印板上 进行第二次踏印 这个就可以批量生产出踏本 它的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 原始的文稿经过第一次踏印 就获得了纸质文稿 根据纸质文稿雕刻印板 获得木刻印板 然后在木刻印板上进行第二次踏印 就获得了批量的踏本 在文物保护和名家背贴 制作与传播方面 木刻踏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 木域雕板印刷 踏印技术是印刷术发明的基础 实际上 踏印术已经具备了印刷的基本要素 它有印有刷 可以看作是雕板印刷的雏形 早在执张出现以前 在我们国家就有了木刻印章 印章一般只有几个字 用来标明姓名 官职或者机贡名称 当时公文或书信 都写在木读之上 写好之后 卷成一捆 用线绳把它扎好 在最后一枚木杜中间 挖一个洞 然后把捆扎绳线的头和尾 放在洞里面 用胶泥把它封盖 然后在胶泥上 再盖上印章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人随意拆开 实际上 印章就相当于一块小型的雕板 两只的原理完全相同 差别就在于当时的印章是印在胶泥上 而雕板是印在纸张纸上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教会印章的正翻两面 碳印章能够把图文转印到纸张纸上 这对雕板印刷的发明 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基础 加值盛唐时期 经济文化兴旺 市的书籍的社会需求迅猛增长 这样成熟技术与市场需求 就促成了雕板印刷的诞生 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 古籍至平原的明代雕板 雕板印刷的关键是雕板制作 好的雕板要用梨木或枣木来雕刻 这种好的雕板多用来印刷经典名著 成语栽集离枣就出自御词 用来讽刺那些毫无价值的书本 意思就是白白地浪费了印板木料 由此可见雕板印刷曾经是非常盛行的 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质通建的雕板印板 一共有294卷 花了19年时间才印完 第三 木以活字印刷 首先我们看活字印刷产生的时代背景 北宋时期迎来了中国古代历史上 文化教育最繁荣时代 宋朝通知者新文教 亦无事 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景象 现代普遍采用的汉子宋体 就是在宋代形成 这正是当时文教事业繁荣的佐证 这一时期全国人口迅速增长 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空前开放 图书等文印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大 传统雕板印刷已经不能满足图书出版的需要 正是这样强大的社会市场需求 促进了印刷技术的进步 促成了活字印刷的诞生 第二 活字印刷的技术原理 从下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 与雕板印刷一样 活字印刷也可以溯源到木刻印章 我们对木刻印章作加法 也就是把印章的面积加大 字数增多 就成了印刷雕板 如果我们对木刻印章作减法 也就是把印章的面积减小 字数减少 知之减为一个单字 那就成了印刷活字 活字印刷正好克服了雕板印刷的缺陷 事先将每个字刻成长短 粗细相同的繁写阳文单字 印刷的时候按照文稿的需要 剪字排版 印刷往后拆成单字收藏 这样每个字可以随时调用 反复调用 这就成了活字 第三 木活字的伟大意义 北宋毕生在十一世纪四十年代 发明了泥活字印刷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这种泥活字印刷技术 一直未能推广应用 毕生发明泥活字两百多年之后 元代王珍成功地开发出木活字 及剪字轮盘 这样活字印刷才很快地在全国和全世界推广应用 如果没有木活字的出现 现代印刷技术很可能要比现在落后许多年 其实毕生开始也用木料制作活字 未能成功之后才转而研制泥活字 王珍的木活字非常成功 从元一直到明清 木活字普遍流行 在木活字研究方面 毕生在先 未能成功 王珍在后却非常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在史料文献中 毕生继为不一 王珍继为农学家 这反映出两者在知识水平上的差异 不一者 贫民百姓也 农学家即农业科学家 具备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 当然也包括木材科学知识 木材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材料 它的结构和性能远比金属 石头和黏土 要复杂得多 不一必生 没有掌握木材科学知识 研制木活字 没有能够成功 这是情理之中 最后 对这个单元内容小解一下 文字语书写方面 中华文明传统的文房四宝 是中文汉字书写的必备用品 木与笔墨纸燕的产生与发展 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文字印刷方面 从印章和踏印 到雕板和活字印刷 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木对人类文化传播技术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